大家好,我是新人鸡蛋糕 我们马上解说一种格斗篇吧 只见一个被欺凌的男孩子 全身颤抖泪巴的 站在某间高中的门口 他受到了其他同学的威逼教说 即将要做出某一件事 挣扎忐忑了许久后 他终于迈步走进了高中的大门 另外三个小学生都傻了眼 发抖着冒着汗 进去悬棺了 其中一个像是头头的孩子 故弄玄虚的说道 你们知道吗 听说这里有怪物 另外两个孩子都吓得不轻的说道 怪物?不良少年吗? 头头侧脸笑张的说道 我叔叔说过 里面有个世上最强的高中生 只见走进玄关的那个小学生 十分腼腆和不安 而他面前就站着三个不良少年模样的高中生 一脸不解的看着他 而几个高中生说道 好我们有事吗 送东西来的 小学生发抖的小手 漫漫握紧了拳头 简单 小学生用精次来的利用力咆哮回答着 露目睁灵的划风突变 而高中生还是不以为 querer 什么鬼呀 小学生终于从口袋抽出了某样东西了 是一把脱功能的家用折疊刀 双手握着成型的匕首在副前 高中生门凳子都震动不已 就不断地狂笑着 笑着眼开得十分鬼畜 他原来是来踢馆的呀 原来是来这里找渣的呀 小学生看到这一幕 紧张和害怕变成了尴尬和不解 而其中一个高中生狂妄地沾大口 弯腰地对小学生说道 什么?你是来这里打架的吗? 而小学生又一次发抖了起来 低声说了什么 把他讲 啊?我听不见 小学生终于忍不住羞辱和恐惧 眼睛都冒出了眼泪了 听 听吧 听吧最最最最强那个人 讲出来 复杂的言译十分难以形容 词穷了 在高中的外面 那个小学生出来了 告诉朋友刚刚的情况 而偷偷一脸不爽地说道 啊?只是说了这些 就逃回来了吗? 小学生说道 他们叫我等一下 什么? 放学之后 再多摸穿等他 那个重回高中读书的龙叔说道 抱歉了小鬼 这里最强的不是我们 我会带世界第一强的人去的 好吗? 而小学生一脸不知所言 而龙叔又说道 不过小鬼 不管是世界第一 还是在多摸穿等 这都是说真的 你要是不敢来 事情可能就会烙大咯 小学生听到后又开始流泪了 是 而他的朋友听到后 都忍不住捧不大笑起来了 很有趣 而时间接近盘望 线红的夕阳缓缓落下 在多摸穿岸边的空地上 小屁孩在嬉皮打烙着 但是小学生还是一脸紧张 不敢放松 而其中一个孩子 注意到了些什么 哇 在壳堤上面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身影 四个小屁孩瞬间紧张起来 来了 真的来了 是上最强的高中生 果然不出所料 毫无惊喜 这个人 就是犯马任牙 任牙挑挽着那群小学生 出现了 其余三个小孩看到任牙后 大喊一声就拼命逃走了 而只剩小学生任牙 泪巴站在了原地 看到任牙狂狂地走过来 小学生又一次拿起那把折叠刀 使劲站斗着 向往的威风吹拂着他们的脸颊 小儿童心里 对这位战士的第一印象 却是这样的 老实说 他是个比我想象中 还要小得多的世界第一啊 任牙一脸平静地自我介绍 我就要放马任牙 而小学生也介绍自己 我叫连圈牛美辣 任牙听到后一脸严肃地认真盯着劉美辣 看着他手握匕首的手 任牙问道 你要用那个吗 劉美辣都被这简单的问题吓愣了 马上看了一下手上的匕首才反应过来 啊啊 那个 呃 是 是啊 而这时 任牙脱下了外套 牛美辣看着任牙这副身躯 瞬间改变了之前幼稚的看法 有生意来第一次看到 扩增价实的肌肉啊 就在我看着的时候 就在我看着入迷的时候 任牙他 任牙他变成了连我也能了解的 世界第一 那么 我要认真战斗了 直到小学生 与世界最长高中生的决斗正式开始 看着任牙摆出超级认真的架势 在劉美辣的视觉中 他与任牙战斗力的悬殊 就连他这个小学生也能测身体溃到 而劉美辣面对这个如此高大的巨人 内心无端后悔 虽然这是被鹰逼来的一场恶作剧 不过 我心里一直认为 高中生是不可能认真和小学生打架的 他们是不可能认真单一回事的 而且这个人 还是世界第一 他应该对着假装认真拼命的我 一脸开朗的笑着 一脸青丝温柔的战斗着 这样才对啊 我太天真了 面对任牙鬼孤神浩的认真表情 劉美辣恐惧到极点了 而就在这时 居然任牙突然问起劉美辣 你会游泳吗 一点点啦 刘美辣一脸一阔不解释飘冷汗 心里不断的思考 什么 什么鬼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好吧 一道残影出现在刘美辣的眼前 咦 他去哪里了 世界第一 居然就在我面前消失了 哇 一瞬间 只见鹰牙环要不生意到刘美辣的身后了 强转过后一脚趁第一脚悬口准备着 鹰牙究竟要干嘛了呀 是要杀了刘美辣吗 啊 是屁股 咽牙踏步送前推展而出 一脚打在刘美辣焦润爽爽口有弹性的屁股上 轻轻抱头的剧脚就像要教训这个调皮的小孩 刘美辣心想到肉体急速飞时前冲 像坐过山车一样 脸部皮肤和头发高速奔驰迎风变形 眼都睁不开了 脑海一片空白 而她裤子的屁屁位置 还残留着被相扑推展强烈派打过的手掌印 刘美辣整个人被打到悬飞空中 手脚不受控制 头部后勤 全身像是被屁股上残留的印记驱使 在空中推进 弹小鬼三人走到欧嘴懵逼了 飞起来了 最后刘美辣被打飞到五六米远 头部马上要捅进水面 哇 弹飞五六米远的刘美辣就要再触碰到水面的瞬间 扬起了很大的水框 被刹成的水面弹开后 突破了宽性的灵界值 整个人还不断陀螺自旋着 最后像陀螺一样高速螺旋的同时 在水面下蹦到鱼雷一样再次机飞旋转 不断在水面打飞前中了很多次 这 这是打水漂啊 是人又打水漂啊 把人当时都找接人命的残酷游戏啊 列卡到都自愧不如啊 就在刘美辣被人玩弄在水面当中的那段时间 他内心一直在想着一件事 这将会是我人生八十年生命中 受过最大的冲击 最后那些恐怖的惯性和表面张力 终于肯放过刘美辣 让他沉入了水面之下 而水面上还出现了很多圈涟漪波纹 沉入水面的刘美辣逼着气终于清醒过来了 一脚踩出水底下 用力一塌 居然进了一举的站出了水面 原来壳水很浅 只有刘美辣的膝盖高度 刘美辣一脸惊悚 好像刚刚经历过人生的漫长岁月似的 而燕牙看到这一幕 露出了慈禅的表情 吐槽道 什么啊 原来很浅的嘛 刘美辣狂狂地走回岸上 臭虫三人组 还在远处不敢出声地眺望着 最后 这只落贪机走到了燕牙的面前 而燕牙居然伸出右手 示意帮他一把 而刘美辣不再颤抖和不安了 眼神中充满着坚定 他也同时伸出弱小滋润的小手 准备呼应这只属于世上第一男人的手掌 燕牙用坚定的目光 看着这位最年轻的挑战者 世界第一的玩者 居然蹲下 握紧了这位如干出胎盘 沾满羊水勇士的手 刷目对视地说道 从现在起 我们是好朋友了 而就在刚刚燕牙伸出手的那一刻 到现在为止 刘美辣就在内心得到了一个答案 在我至今活过的这十二年来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为男人 这件事 我也是个男人啦 而远处挑战的废物三人组 燕牙不知刘美辣发生了什么事 燕牙和刘美辣坐回了路边 燕牙又说道 我的权力 是他们的一百倍以上 燕牙伸出手指 只像那三根弱基小朋友 刘美辣看着燕牙的手指有点愣住了 她顺着手指的方向转过头来 看着几百米以外 细小的三根牙千载 不禁感叹到 好渺小啊 燕牙听到后开心的大笑了起来 她可能笑到都流眼泪了 用手擦了擦眼睛 突然一个飘行军装大汉 魔墙就站在燕牙他们的身后 讲不声让燕牙察觉到了 转头一看 哇原来是你啊 燕牙沾大口大喊惊讶 原来这个人 就是史特莱达姆啊 史特莱抽着那根 不久将来会被人踢爆的雪茄 看着燕牙一脸严肃 其实暗地里玩得很大 燕牙超级兴奋 而刘美娜开始紧张起来了 他们两人开始在壳边羞羞解手 拒绝聊起了永次兰的近况 还没成为男人的刘美娜 当然不敢参与这场男人间的浪漫了 站在一盘默默地听着 而她听到的 却是超乎现实的事情 刘美娜心想 仿佛就是神话一样 地球最强的人 燕牙的父亲 她父亲居然杀了跟恐龙一样大的大象 燕牙听到消息后感叹到 吃了恐龙一样大的非洲象啊 史特莱又说道 燕牙 你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吗 燕牙没有说话 眼神却十分坚定 她捡起了一块小石头 轻拂了眼神 抛起了石头 突然 手臂加速摆动扔出石头 小弧度一脚内旋一脚扇堤 手臂与身体已四十五度角消失了 又打水漂了 看来刚刚人又打水漂还不够过瘾 石头飞驰在水面上 速度之快都滑破了空气 鬼气发出耀眼的光芒 才让刘美娜注意到石头被溃出了 旋转的石头由子弹般切入水面后 再次弹射飞墙 扑扑扑地不断在水面上弹射前进 最后石头居然进过十几下弹跳后 越过了整条壳面 弹到了壳的另外一边 石头来和刘美娜看到石头过壳了 都十分吃惊 燕牙又说道 他接受了呀 Yes 勇士兰已经任壳里为挑战者了 你要怎么回应他呢 燕牙听到后沉湿了一下 慢慢开箱 呃 燕牙居然不是说话 而是打起了哈欠来了 石头来都傻了眼 这么不重视的吗 刘美娜说起头梦呆来 燕牙擦了擦眼睛说道 队长啊 这只是单纯的父子打架啦 每个家庭都会经常发生的问题 这不是你这个美国人应该插手的事情 史特来自以为爱斗打架这件惊天动地的事 却被其中一个当时人当成鸡皮酸麻的事后 露出了一脸狂扬不知所措的表情 他转身就走 被对着燕牙说道 燕牙我会插手的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单纯的父子打架 那就是天大的误解了 这可是媲美两国肩发动战争的天大问题啊 史莱姆转过头来 露出了一脸气氛蓝田 你等着瞧巴哈的表情 我们说是就是 这难道就是饭圈中疯狂加戏的表现吗 燕牙看到史莱姆好像生气了 还一脸震惊地看着没有说话 史特莱马上走人了 刘美娜还不懂什么情况啊 燕牙贴心地转过头来 看着刘美娜说道 没有必要紧张了 又喊道 史特莱队长 史特莱听到后傲娇地停下脚步 总之我暂时会先去打打训练赛 找个差不多的对手打一场 史特莱听到燕牙终于重视起来后没有说话 被对燕牙的他不知露出了什么表情了 他边走边举起手是一拜拜 而燕牙看到那么娇气的史莱姆吐槽道 哎哈哈哈哈 闹脾气了呀 天色也慢慢沉黑下来了 燕牙跟刘美娜在路上走着 刘美娜紧张地问道 燕牙 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那个 面对比非洲象还强的父亲 你所谓差不多的对手是 燕牙突发对空 打出了一发完成度极高的直拳 凌厉而干脆 然后开始攻击起来 双手打出各种拳路 说到刘美娜 差不多 可中看部中用是不同的 刘美娜明显听不懂 燕牙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也听不懂 是说具象华而不识吗 疯疯疯 各种直旋转勾拳 百旋转直旋的变卸拳路加速打出 燕牙又说到 我要的是不输给恐龙 可恐龙差不多的对手啦 你想看吗 刘美娜听到后都瞎愣住了 蛤 啊 ta 接下来我要和那家伙 战斗啦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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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 暴风急雨般密集的拳轨 挡住了刘美娜的视线 多不声凶的拳风 暴裹着眼前这个孩子 刘美娜惊宽失措 瞳孔收� Melt 毛骨颂羊的冷汗一流 她被眼前的一幕彻底吓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眼前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 究竟林美娜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了 究竟任羊的对手是谁了 那个人真的如任羊口中 有着不输给恐龙的实力吗 我们下期再说